王翠瑜這日出席頒獎活動 早前一班圈中好友 就一起為她搞了個生日派對 不知道老公蕭靜南 送了什麼生日禮物給她呢 她送了一些小心意給我 不特別說她送的禮物 她也說計劃我們一起 看看可不可以去旅行 我說去旅行最重要 我希望收到的禮物就是 Research是由她做 大家知道最辛苦就是這一部分 那翠瑜的生日願望 又會不會是想生一個鼠年寶寶 願望其實每一年也差不多 因為最希望就是自己 跟身邊所有家人朋友 大家都健康 所以就沒有其他東西 比健康重要我覺得 提到好友唐詩詠和舊愛雄永成 在生日派對再次合體 網友都說很想她們可以複合 其實她們兩個是好朋友 還有就是她們也不是 可能大家見是頭一次 但是其實我們實際上 我們也是一群的朋友 也有一直的追會 她們兩個現在是互相 就是互相把大家搞笑的一些朋友 所以現在沒事 大家也不需要太多的幻想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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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